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执政期间通过激进的安倍经济学 经济政策以期刺激经济增长 他加强了日本的防卫能力 扩大军费开支 但未能修改日本宪法第九条 禁止因非自卫原因组织军队的规定 2006年 安倍晋三接替小泉纯一郎担任首相职务 成为日本历来最年轻的首相 安倍晋三出生于一个日本的政坛世家 外祖父岸信介与外叔祖佐藤荣作都曾担任日本首相 父亲安倍晋太郎曾敬主首相失败 但也官拜外相 2006年9月 安倍晋三成为战后日本最年轻的首相 不过他就任仅短短一年 就因内阁争议不断 2007年7月 安倍领导的自民党于参议院选举中落败 即使经过内阁改组 也无法挽回日益下滑的支持度 同年9月 安倍以健康原因为由 辞去首相一职 2008年他重返政坛 2012年再度参选自民党总裁并获胜 成为自民党成立以来首位回任总裁 安倍在2006年首次出任首相时的首次对外访问行程便是中国 之后中日关系出现回暖迹象 而他在2012年再度担任首相后多次参拜靖国神社 同时巩固日美同盟 加入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的跨太平洋伙伴协议TPP 强调对钓鱼岛的主权主张 中日关系再度跌入冰点 在中美经贸关系日益紧张 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推行偏保护主义贸易政策的背景下 中日关系在2018年实现久违的突破 中国总理李克强于当年5月到访日本 安倍晋三于同年10月访问中国 安倍表示希望两国可以进入化竞争为协调的新时代 去年两国还确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2020年访问日本 但新冠疫情爆发后 这一议程战备搁置 安倍晋三在宣布辞职后 东京证券交易所股价大幅滑落 为了短暂稳定政局 自民党可能会采取紧急投票法案 尽快选出新任首相 由国会议员396人加上原先自民党的各都府道县代表141人 共537人投票 这样在几天内就可以完成投票 2000年 时任日本首相小渊惠三在任内逝世时 森习朗就是在紧急投票下被选为首相 安倍晋三在正式被接替前将继续担任看守首相 他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到下任首相获任命为止 将切实尽责直到最后 日本宪法规定 如果首相无法执行职务 则会按照法定顺位 由内阁其他大臣出任代首相 代首相并无任期限制 现任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 在这一序列中排名第一 其后为内阁官房长官坚义伟 执政的自民党将选取新任党魁 胜者再经由国会议员选举任命为总理 新当选的自民党总裁 将接替安倍晋三完成剩下的任期 直到2021年9月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